大家好 我是钱子 T台震惊化YouTube频道 你订阅了吗 快按右下角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锁定T台震惊化 我们一起追真相 收看T台震惊化 我是钱子 先看今日最震惊 宝宝哭了也可以做文章 可以放过孩子吗 要攻击一个人 真的可以这样 没有底线吗 今天我们要来还原现场 看看动辄得救 铺天盖地的网军攻击 带风向到底可以到 什么样的荒谬程度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 今天与会的来宾 摄影大同立委候选人 孙大千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一春好 大家午安 立法委员王玉敏 大家好 序民代表姓然哥 大家好 今天其实有一个话题 看起来是很小 不过姿势体大 可以看看网军是不是还在带风向 就是这一张图片的动态版 导播让我们看一下这个 昨天其实这个是 是在新北市的第二选区 有一位立委候选人黄桂兰 她办了一个宝宝爬行比赛的大赛 然后请韩国瑜过来 大家看到她抱起这个宝宝 她是得奖的第二名 妈妈 妈妈是这个穿黑衣服的 穿黑衣服长得很漂亮的女生 亲自把宝宝抱过来给韩国瑜 韩国瑜 亲她了一下 为什么要亲她一下 因为宝宝在哭哭 大家听一下现场画面 这个妈妈 这个妈妈是因为她得了第二名 她在这个晋办这边 她就把这个小朋友 抱过来给韩国瑜 因为要颁奖 那给主办方 还有给这个颁奖人 抱抱 亲亲也是合理的 妈妈看起来还在笑 这个宝马尾穿黑衣服的是妈妈 结果韩国瑜抱完小孩 小孩就在哭了 可能是怕生了 这么小的小朋友 韩国瑜为了要安抚小孩 在他脸颊上 还有额头上亲了一下 不得了 这个画面出来之后铺天盖地 李大人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亲小孩 小孩都一下哭了 甚至还有医生截图 把一个得泡疹的小孩的画面 跟这个宝宝放在一起说 不能乱亲了 亲了可能会得其他的病毒 育民委员怎么看 我觉得选举不用选到 这样子没有人性 特别是小朋友 他们办这个爬行比赛 然后是一个很欢乐的场合 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而已 这个网军竟然把它操作成 这个韩国瑜千不该万不该 不可以去亲小孩 然后还把这个 就是因为大人感冒 然后去亲小孩 感染病毒这样的照片 硬要把它摆在一起 我必须谴责这样子的相关人士 其实政治操作真的不要到 没有人性的地步 你想想看 今天你这样子恶意的炒作 结果炒作到什么 连这个小孩的爸爸都要出来 然后都要说 这个对他们已经造成一些的压力 他只是开心的来参加一场活动 然后就是同台 当时韩国瑜在现场 然后就是抱过来 这个就是韩国瑜是颁奖人 对 这就是一般 其实大家会看到的 平常在活动现场 最后会有一个拍照的场合 只是因为韩国瑜到了这一个 黄桂兰的这个活动现场 他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也顺势 而且是家长主动把小孩子抱过来 这个画面其实是非常的清楚 那大家要知道 其实小朋友有分 有的孩子就是很不怕声 然后就是你抱来 他也可以笑嘻嘻的 但有些小朋友就是很怕声 其实我有看到那个画面 就是当这个小孩子 这样子被抱过来 然后还没有交到韩国瑜手上的时候 事实上他就已经开始哭了 就是我刚刚有看到一个视频 是比较清楚的画面 所以表示说这个孩子 在这样一个场合 的确他可是比较怕声 所以谁抱他其实都会哭 我觉得真的这个绿营的人 是不用在那边哭手 然后做文章 那当一个孩子哭的时候 我觉得韩国瑜只是基于说 看到小朋友哭 所以会想要去安抚他 所以是不是对他这个稍微轻轻抱抱 然后小朋友的情绪 得到安抚会好一点 完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而已 然后现在把他恶意操作到说 这个韩国瑜 你有没有先问过小朋友家长的意见 这个很清楚嘛 是小朋友的家长 然后给韩国瑜 不是韩国瑜看到旁边有小孩 硬把他抢过来 抱说来给我 这个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今天这个民进党的人事还在说 如果是我们蔡总统 因为他们本来第一个是批评说 不可以去抱亲小孩 大家就发现说 蔡总统以前跟小朋友也有抱过来 结果他们今天的发言人就说 人家蔡总统已经会问小朋友的意见 看可不可以抱抱 这么小没办法表达意见 对啊 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 我觉得其实也非常离谱 今天如果是韩国瑜 强行去抱人家的小孩 这当然就是没有尊重到家长 这个你可以骂他 但不是啊 家长很开心的冲过来 把小孩子交到他手上 你到底是要批评他什么 然后另外其实你要批评这个说 胃不胃生干不干净的问题 今天这个小孩的爸爸已经讲了 韩国瑜不是流浪 他不是路人家义 就是说过来 然后就要去亲去抱他的小孩 根本都不是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你看像连这个天主教的教宗 他会展示对于孩子的这个喜欢 他也会去亲吻孩子 他会去亲吻一些穷人 可能就是用这样子来表达 就是他对他的爱 所以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没有那么的严重 连今天其实很多人去问柯P 柯P说 你把他搞得太严重了吧 有那么严重吗 所以我认为 今天把他无限上纲到说 这个是不是把小朋友 拿来当这个工具 我觉得太言过其实 他本身就是一个小朋友的活动 韩国瑜来参加 不是说今天韩国瑜有一个活动 只是把小孩子抱来当一个样板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说这个韩国瑜 他现在还提出666政策 他不是要消费小孩 这完全是一个很自然的表现 大家说有图有真相 有时候不见得 如果只是看一张截图 就是韩国瑜手上抱着娃娃娃大哭 这是一张照片 那我们刚给大家看的 这是一段画面 不过可能还不够完整 我知道谢仁哥手上有一些照片 是这个宝宝爬行比赛 一开始小朋友在爬的那个照片 因为有人说那个黑衣女不是她的妈妈 但是这张照片可以证明是她的妈妈吗 对 没有错 那我们看一下那张照片 这张照片 好 这个宝宝爬行比赛 是妈妈在终点 然后好像是阿嬷或是她的阿姨在起点 阿嬷是在起点 我们导播来看一下 阿嬷是在起点 妈妈是在终点 这个有图有真相照片也都在这边 而且这一场活动是蓝影那边举办 而且这些来参加这个活动的 也都是支持我们这个黄桂兰委员 就是以常理判断 如果说是你会到一个新北市第二选区 黄桂兰的竞选总部去参加 爬行宝宝的比赛 应该会是比较偏蓝 常理判断 至少对蓝影没有厌恶感 那很明显的 这个说要政治操作 你看网郡就开始大动作的 还有指示赌栏 这个网站就开始在发烧了 你看没有经过家长的同意 就把小孩子抱起来 还有这个医生 他说这个跟虚军也有关系 我觉得政治如果要操作到这样 真的很窝措 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 如果说政治的操作又不是 好像只是媒体跟网军在操作 因为这个那么小的事情 还要政治揭露那就太肮脏了 可是为什么这些特定的媒体 都会跟网军配合来这样操作 我怀疑这个背后有庞大的利益 都首先说好了 没什么都要在扭曲韩国语 攻击韩国语 都没说他拔很好的 只说韩国语的不好 就都那几台 然后只会在那边带风向 又是那几台 我怀疑 合理的怀疑 是不是政治这方面有什么 庞大的利益在背后 使然 怀疑自己这样 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可以来 只要能赢他们都愿意 对 我就是觉得这样 好 我们来看一下CG好不好 导播 来看一下CG 这个韩国语暴婴儿遭黑又双标了吗 其实网路上很多人其实也挖出 蔡总统暴婴儿 亲婴儿的照片 我们先看一下 网路上打脸难道细菌也分蓝绿吗 包括了蔡总统 大家可以看到 过去这个小朋友更小 可能只有几个月小朋友这样抱着 甚至也有亲小baby的画面 那网路就有网友说 你看看像是这个教宗 教宗亲小朋友是祈福 是给他祝福的意思 所以网路上有网友说 记得也给教宗建议 请教宗要注意避免成为案例 连教宗都扫到台风尾都遭殃了吗 那当然韩半 今天这个韩半说 这个明明就是一场活动 为什么要把他黑成这么一个 对小孩子也非常不好 那对小孩不好的原因在哪里 其实是这位医师 江冠宇医师 他首先在脸书上 PO出了这张图 他说不要对口腔太有自信 因为他是医生 所以大部分人会相信医生的话 他说这个亲小孩 胃教事件必须讲 各位有新生儿的家长 不要让陌生人的肢体口腔 不要对这些肢体口腔太有信心 然后他最重要是 他PO出了这张双分割的画面 一张是韩国瑜抱着这个小妹妹的画面 另外一个是一个案例 就是头上长满了这个炮疹 就是可能是被口足传染 感染炮疹的案例 他说你看看要小心 那除了这位医师的 这一个脸书的说明之外 陈芳明今天也说了 因为韩国瑜开玩笑说 他可能没有看过秃子 所以小朋友在哭 陈芳明就说 你的秃头是你的秃头 你正在把小孩当作竞选的道具 一个完全没有同理心的秃头 就是这个骂得也太过分了 如果他是一个没有同理心的人 一个没有同理心的秃头 那教宗怎么办 那蔡英文总统怎么办 剑哥 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 你也常常抱小孩 小孩有被你吓哭吗 不会 小孩是满喜欢我的 真的吗 这样 网路是多元自由的 就是那谁来定义谁是网军 怎么知道说写这些的就是网军 我觉得不要说成也网路 败也网路 不能说网路夸奖我们的时候 赞许我们的时候 网路都是对的 网路稍微有批评到我们的 就说这个不对 这个是网军 我觉得这样不好 去年韩流的崛起 或多或少跟网路 大量的在帮韩国瑜吹捧 这都有关系 可是当时我们绿色阵营 也没说半句 我个人认为说要尊重网路 我个人没有在用网路 但是我起码我就是对网路尊重 因为我对网路不了解 我尊重它 应该是这样才对 如果像韩国瑜阵营 或者我们绿色阵营 大家都有高度在使用网路 这也对的 这是未来的趋势 但网路毕竟只是大家沟通的一个平台 所以在没有任何证据之下 不要去指涉说批评我们的 他就是网军 那赞美我们的那怎么讲 也有赞美韩国瑜 也有赞美小英德 那赞美的都是双方的网军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这样的指涉是不好 但是我同意 如果是家长同意的情况下 在那样的活动之下 其实抱抱小孩无妨 但是如果是刻意的 刻意去制造这样的活动 这样的场景 那找小朋友来只是当布警 这样就不好 不过我记忆所及 会利用小朋友来帮自己造势的 其实柯文哲是最恶劣的 今天没有他讨论柯文哲 我是举这个例子给大家看 像他利用 他利用我们台北市教育局 跟卫生局办的 就是要对幼稚园小朋友 要说故事的时候 结果柯文哲去 然后带他夫人去 然后讲一些要讲动物的故事 结果拿动物世界来隐喻 政治斗争等等 像那样就真的不好 那样就真的残害 我们国家的幼苗 所以我觉得其实平常心看待 我们要接受网路的批评 那因为相对为什么 因为你也接受网路的赞美 不是吗 坚哥 可是我会想到 像你们政治人物 你们以后到某些场合 会不会看到小朋友 不敢碰 也不敢抱 因为会害怕是不是 道歉 会害怕吧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状况 跟刚才坚哥讲的 有一点点落差 因为今天其实韩国瑜 所面临的状况 他不是网路的批评 他是网路的假新闻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个新闻当时的 整个操作模式 他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网路霸凌的SOP 先由特定的网路账号 在粉丝团或者在PTT上 抛出一个讯息 这个讯息并不是真的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我打个岔大千 因为他刚刚讲 在特定的网路媒体 或是粉专抛一个讯息 这个就是 你讲的应该是这个的 他说他自己是个女婴的妈妈 他说这个婴儿的母亲 对这件事情非常生气 因为事前完全没有被告知 小孩就被抱走了 妈妈则被挡在人群后头 发现女儿哭了 冲上去把女儿给抱回来 他非常的生气 妈妈非常的生气 而且他也不是韩粉 这个东西一贴出来 很多人都说不太这样 这个讯息讲得栩栩如真 讲得就好像这个当事人 就站在现场 站在现场看到所有事情 发生的过程 可是完全是鬼扯 最后家长出来讲的 跟在这个粉丝团上 所扑出来的状况 完全是两件事 360度的不一样 这完全是颠倒黑白了 我要公开呼吁一下 既然你这么有道德勇气 在粉丝团上敢po这篇文章 你就站出来 让我们看看你到底是谁 你有沒有在那天活动的现场 你是哪一只眼睛看到了 你今天在粉丝团上讲的这些话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当特定的账号 丢出了这个讯息之后 马上就有媒体承接了 马上就有一大堆媒体 扑天盖地的开始 扩大的渲染 扭曲 推波 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让大家形成了一个印象 说韩国瑜又做了一件错事 更妙的是 还有一大堆啦啦队 三步五时的来插花 不时的在加油添触 这个时候这位医生 我不懂他在这个时候 就这么臭巧 就在这个时候 就po出了这样的讯息 然后还要并列这样的照片 难道你不知道这样的照片 并列出来的影射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跟苏启成处长被害死 完全一样雷同 有人带风向抛假讯息 有政治人物跟媒体接手 继续地扩大渲染 然后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印象 然后被设计的当事人从此就蒙受了不凡之冤 再也没有办法翻身了 今天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孩子的父母 这么有道德勇气 在第一时间站出来 把真相讲清楚 甚至不排除要提告 我想韩国瑜恐怕会再被黑一次 而且第二我要讲的是 韩国瑜被孩子的议题黑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各位还记不记得上一次 韩国瑜市长到一个淨灘的活动 可能在那个沙滩上不过跟一个孩子玩 媒体是怎么报的 说韩国瑜市长去抢了人家的玩具 所以那孩子就哭了 最后过了一两天之后 孩子的父亲跳出来说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来不及了 完全就是鬼扯 来不及了 可是有多少人看到事实的真相呢 在那两天里 韩国瑜被所有的媒体 被所有的call in节目 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嘴 黑了足足两天 所以这群家伙 你敢在大街上骂人 你就不要躲在小巷道歉 今天韩国瑜办公室正式宣布 我们会以违反选霸法 意图使他人不当选 针对在脸书上 在粉丝团上po文的对象 针对媒体 针对还有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啦啦队 一并提告 你们要么就立刻道歉 公开在大街上道歉 不要躲在小巷道歉 要么你就等着接法院的船票